到哪都被問高鴻安提 讓柯文哲快要動不掉 只是高鴻安不止官司 纏身連男友都被扯出後宮干政 搬出太座幫高鴻安緩夾 但柯文哲似乎忘了邀約局處首長 會面談事情巧標案 已經涉及不法 而民眾黨染黑染狂爭議不斷 前一天大張旗鼓成立第三方檢舉平台 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夭折 第三方公正平台 已經宣布解約了 接下來會有什麼單位接手嗎 情業重信發出聲明稿表示 為了避免檢舉平台服務 終止遭外界誤解 即日起終止解約 民眾黨第三方檢舉平台 才上路就被喊咖 當民眾黨在做一個 所謂的黨內自侵行動的時候 民進黨造謠抹黑不施跟進 然後造成了情業重信的困擾 既然外部機制已經遭打獵 請柯文哲立刻用 其實不只第三方檢舉平台有問題 民眾黨也被踢爆四年來 還沒看見連政公約 如果違背了所謂的 連政透明公約 然後就要最嚴重的話 可以開除或是停權 那可是問題是他有這個規定 卻我卻找遍了他們的官網 卻找不到有這個連政透明公約 黨內有連政透明公約 不好意思 高諾安爭議連環報 柯文哲嘗試想為爭議洗白 重新再來 在連政透明台北台中 綜合報導 海外交 警官